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2022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是美国的二倍 死亡人数高达五倍 听着新闻报道 李叔长叹一口气,忧心不已 心想癌症高发一定是胃精惹的祸 李叔家已经二十几年未曾买过胃精 但身边的亲朋好友却不听劝 李叔多次提醒胃精致癌 可别人总说他胡说八道 看到这则癌症新发数据报道后 李叔更加坚定 中国癌症高发与胃精脱不了干系 据2016年数据显示 中国大概有406.4万人加入癌症大军 并且有241.35万人因癌症去世 近日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刊登的一篇论文 通过分析相关数据 预估202年中国新发癌症为482万 对比美国的237万要高出近2倍 而死亡人数更夸张 比美国高出近5倍 中国为321万 美国仅64万 那中国癌症高发到底是为何呢 1.中国癌症高发 胃精致癌吗 胃精致癌的言论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不少人认为胃精是导致癌症频发的原因 胃精真的是致癌物质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先来明确一点 胃精是什么 它是一种纯粮食制成的调味品 主要成分是骨氨酸钠 是一种钠盐 是天然食品中存在的物质 不是化合物 也不致癌 而之所以有人认为它致癌 主要是因为高温环境下 它可生成胶骨氨酸钠 传言称这是一种致癌物 不可否认 胃精在加入超过120摄氏度时 确实会产生胶骨氨酸钠 但它并不是致癌物质 只是会使胃精的鲜味丧失 这也是为什么建议大家 在出锅前加胃精的主要原因 可见胃精纯粹是背了黑锅 而与它一同被扣上致癌帽子的 还有鸡精 鸡精其实就是在胃精占40%的基础上 加了一些其他的物质 包括糖和盐 以及增味和甘酸等 同理可知 鸡精也不会致癌 大家不要再冤枉这对难兄难弟了 二 除了胃精 这三种厨房调料都不致癌 关于厨房调料 不仅是胃精神陷致癌风波 这三种也经常被冤枉 大家要理性看待 一 大蒜 有传言说大蒜呛锅会致癌 主要因为大蒜在高温下 经梅拉德反应 会产生一种2A级致癌物 丙息鲜胺 对此 营养学主任医师帕利泽表示 2A级致癌物 主要是指在动物实验当中 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其致癌性 但对人类还远远不够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恐慌 而且对于丙息鲜胺的摄入 要想达到致癌界限量 普通人可能需短期内 进食32.7公斤大蒜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因此大家不要再轻易冤枉大蒜了 2.酱油 之所以有传言认为酱油致癌 是因为它当中含4甲基米错 认为4甲基米错是致癌物的一种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加工与安全硕士 潘海坤指出这种物质是允许被添加的 据食品添加剂的国家标准规定 含量不能大于200毫克每千克 也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量 就不具毒性 也不会致癌 日常购买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酱油 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3.蚝油 蚝油顾名思义 就是以生蚝为原料 熬制加工程的一种调味品 主要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并没有什么致癌成分 但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王思璐强调 蚝油存放不当 可能发生氧化分解 增加其腐败煤变的风险 从而产生黄曲霉物质 一级致癌物 提高致癌风险 但只要你避开这点合理存放 放入冰箱0到40摄氏度冷藏 那就不用担心黄曲霉物质 所以致癌的并不是蚝油本身 大家要正确看待 综上可见 以上三种厨房调料 只要合理摄入 并不需要当心致癌问题 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那到底什么物质会引起致癌 又该如何避免呢 三 真正致癌的是这三物 尽量远离 而痰疾致癌物 与其担心那些调料品 这三类物质才真正要小心 一 不良嗜好 不良嗜好是导致多种癌症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尤其是肝癌 其进入体内后 经代谢可转换成乙犬 损害肝脏 进一步形成脂肪肝 肝炎 肝硬化 甚至肝癌 据柳叶刀肿瘤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0年 中国大约有28万癌症患者 就是因不良习惯引起 二 成瘾物质 成瘾物质中含成瘾成分 胶油等60余种致癌物质 是导致癌症 心血管疾病 瘟疫等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且不存在所谓的最低安全量的问题 只要你有不良习惯 患病风险就会增加 摄入的越多 风险越大 另外不要忽视其他可变因素 它们也是导致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三 煤变食物 这种食物当中含一类质癌物 黄曲霉物质 它有多厉害呢 就以大家熟知的有害物质为例 它比这种有害物质要危险68倍 过量摄入可提升肝癌的发病风险 所以发生煤变食物要及时处理 它尤其喜欢藏在坚果 如花生 如花生 核桃 瓜子 穀物 如玉米 大米 凉油 凉油 如花生油 一定要远离 一定要远离这三物 四 预防癌症并不难 四件事情要牢记 癌症是可防的 建议大家掌握好这四点 有效防患癌症 一 改掉不良生活习惯 包括远离成瘾物质 注意劳逸结合 少熬夜 少吃泡菜 腊肉等烟熏制品 少吃过烫的食物 尽量避免贡快 贡餐等 二 提高职业癌防护意识 部分人群因工作需求 需长时间接触一些致癌物 从而发生某些特定肿瘤 比如长期接触本 引起的白血病 长期接触身 及其化合物 引起的皮肤癌 因此 这些人群要加强职业防护 三 重视家族遗传时 部分癌症存在一定的家族遗传聚集现象 如遗传性胃癌 遗传性乳腺癌 所以 如果家族里有癌症病时 需提高防范意识 定期做好相关癌症筛查 四 正确认识癌前病变 一些疾病或炎症 如果没有及时处理 可能会演变成癌症 如慢性萎缩性胃炎 发展到胃癌 限流性肠吸肉 发展到肠癌 所以当出现这些癌前病变 要及时干预 癌症的发生 癌症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 包括遗传 疾病 环境 饮食 职业暴露等等 不要听信传言 随意冤枉 味精 鸡精 蚝油 酱油等调味品 预防癌症 更重要的是远离致癌因素 积极运动 定期体检 总之 虽然癌症很可怕 但是现在医疗科技 发展非常快 我们要相信 未来一天 可以治疗癌症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从此刻开始 注意身体 少吃三高食物 保持饮食清淡 戒掉不良嗜好 远离癌症困扰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健康 长寿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